要剪瀏海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倫 我現在人在台灣 然後這邊是東區 跑來東區就知道我要幹嘛 我要來剪頭髮 因為頭髮已經非常非常的強了 已經有點沒精神那種感覺了 然後我這次剛好又看到一個 非常非常想要挑戰的髮型 就是粒子頭 在梨泰院class裡面 非常非常厲害的粒子頭 非常非常有名的粒子頭 因為朴旭俊剪了那個頭 所以呢,大家都爭相想要去剪 現在就是一個粒子頭蜂巢 所以我想說 未來一個粒子頭好了 而且台灣其實蠻熱的 我這幾天啊 如果早上沒洗頭的話 到晚上其實頭髮都變蠻油的 所以覺得好像有點不太適合這種中分的髮型 那我今天來到了就是 但是呢 我有先稍微詢問一下院長 他說如果呢 他今天覺得我的頭型可能沒有適合粒子頭的話 可能會不幫我剪 就是院長非常有個性 對 但我今天目標就是想要剪一顆粒子 頭非常的期待耶 而且我現在頭髮超長的耶 粒子頭等於說要把這邊全部剪掉 哇 很刺激 好我們現在趕快進去吧 院長現在在看我的頭型適不適合 看得很認真 哈哈哈哈 嗯 好像是感冒 不是 很認真耶 欸你們太認真仔細斷想了 因為這個髮型很極端 所以不能隨便剪 可是不是聽說維持也只能一個月嗎 因為他的做法的關係 就是比不太能 而且他還蠻短的 其實男生只要一長長就會容易炸開 不錯耶 不錯耶 他說一般男生的話大概一個月需要整理一次 這本來就是正常的 不管哪個方式 但是 其實你們不知道背後呢 蒲旭他其實是三到四天就剪一次 我聽聽他說 對為了那個劇 對 好 好 他說你的頭型為什麼可以做 是因為你的兩側沒有很寬 對 沒有很寬 就是 還是可以在那個範圍內偏窄的 所以是可以做的 如果是很倒三角 或是頭骨很寬的人 是不是 就不行 沒關係我今天就是 這樣說很醜就算了 什麼東西 不行 好 總之院長說我可以剪 好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要來洗頭啦 頭髮超長 哇 還是有點緊張 好大喔 這個髮型不能隨便剪的原因是因為 它剪完就會你的頭型就一兩回 這一口氣大概剪了五公分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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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剪瀏海了 太麻煩了 剛剛說你的頭髮是那種 超級炸 超級翹的那種 嗯 就是剪完它不會垂下 對對對 它會變成鳳梨頭 對對對 根部有力的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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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普世俊他自己剪這個頭 他有上傳影片 嗯 對 然後他就是典型 髮量超級多 應該很多男生會羨慕他 現在真的好弄 好醜喔 可是現在什麼都不做很好秀啊 各位我現在非常的可怕 真的 真的蠻可怕的 很像什麼重金屬搖滾樂團那種 視覺系 對啊 給大家看一下 天啊 很酷 很酷 超段 特效 聽這裡老師 我是來送禮箭 好 那我給你看一下 好 好 超多頭髮 這就是剛剛我的瀏海15公分 在這 超多 好的我已經剪完頭髮了 那我現在準備來燙頭髮了 大家有看到我頭如此的炸 就是有點像鳳梨這種感覺 我以前想走這種比較短的瀏海的時候 就會變成飛機頭 或是變成像刺蝟頭的感覺 那現在院長就是要來救我 讓我變成視入頭 好準備來燙頭髮 好的我已經上好燙髮的髮技啦 現在就是 非常的 感覺有機會成功 他就是把所有頭髮就是往下燙貼 因為我原本頭髮是很炸的狀態 現在就是很乖的 在上面 希望等一下洗完 燙完洗完 會好看 還沒睡乾 超貼 OK 不可以這樣隨便亂出 亂出 喔 喔 有很多就是粒子頭他們就是沒有辦法修出前面這個很漂亮的 瀏海 對 輪廓 因為要真的很乾淨 對 好的 我已經剪完頭髮啦 超清爽的 老實說我自己覺得還原度蠻高的 真的是一個試路頭一顆粒子 一顆粒子在這 放一下旭君的照片 有像嗎?蠻像的吧 因為剛剛老師跟我說 他說幾乎每個人頭髮髮根的地方都會翹 那如果跟我一樣就是翹到會炸開來的那種的話 你一定要就是要選擇燙鐵 那像我就是有燙鐵 現在這白牆有嗎?有嗎? 有離胎院的感覺嗎? 好啦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這次的髮型啦 我自己是覺得還蠻好看的 我自己蠻喜歡的啦 有種重回大學生的感覺 瞬間 減零五歲 好那如果呢 你也想剪一顆粒子頭 釋路頭 絮菌頭的話 我會把所有資訊都放在資訊欄 一定要記得點開來看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幫我按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順便追蹤我的IG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 好像還行嗎? 瀏海真的超短 超認真還原粒子頭 就是我這顆吧 哈哈 哈哈哈